前一陣子呢 我們收到了幾塊 伊比利 橡木質等級的 伊比利豬來自西班牙 寶師傅 嗨 因為我們烤肉吃不完 寶師傅就說今天要給我做什麼 薑汁燒肉 薑汁薑燒伊比利豬 這是梅花的部位 這薑燒 等於加一點日本烏素 還有加一點我們的青橘醬 日本烏素溫馨一下 朋友要知道今天準備好了 我已經有先炒好蔥了 給大家看一下 寶師傅做菜也不怕幾鍋 因為一鍋到底的料理 要看狀況 現在呢做的是煎西比利豬 這塊是梅花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肉的油脂 非常的豐厚 現在要先把它兩面煎熟 因為等一下寶師傅已經煎熟好了 要做什麼 洋蔥嗎 洋蔥烤香以後 加一點酒糖跟醬油 那我的薑在哪裡 我磨了一個細薑跟粗薑 喔 薑汁在這裡喔 好 先看一下這個一比一豬 在煎一比一豬的時候 空氣中好香喔 都是豬的香味 並不是豬的雞味喔 寶師傅你不要玩 就好好的煎 等一下又燒起來了 手都不太燙 你知道手是不是又開始玩起來了 你不要這樣弄啦 會噴我了 你知道一定要煎到兩面 剛剛手師傅已經煎好了第一鍋 我們使用的是AICU 最機的鐵鍋 很簡單的鐵鍋 所以大家不要再問我了 AICU 直接去人書上找 我們家用粉鍋叫粉鍋 日本的煎鍋 這個也是日本做的中華炒鍋 老師傅喜歡這個大食材 而且中華粉鍋 像是防沾鹽 可是這支煎鍋沒有 老師傅一定要再煎 要把它煎熟 煎熟之後等下再做一些 會煮的動作 老師傅剛剛有講說 它呢其實呢 只有特殊的材料 好 火關嚼 一定要火關嚼 這支醬油呢 上次已經介紹過了 這支是金蘭的 用百分之百台灣原料所做的有機醬油 沒有加糖 會很鹹 這個醬油裹上一點醬油 肉裹上一點醬油香 這個就叫做無豆油 一點點醬油 因為我這邊已經有調味了 這裡面的調味就是什麼呢 用洋蔥去炒 炒好的洋蔥 裡面已經加了酒 米酒醬油 這支是好醬油 今天加了好醬油 現在放兩種薑 一種是磨細的薑 一種是磨粗的薑 蘑菇跟薑 薑汁燒肉 喔 薑汁燒肉 這支是什麼 日本烏醋 日本烏醋 解膩啦 不是要做點點醬 我只要加點醋 一點點喔 客家金橘醬 我們好喜歡用客家金橘醬 我師傅很愛客家金橘醬 好 那就可以了 收一下 我等一下拍給大家看 把薑的味道燒一下 這支是老媽媽做給我的啦 我想起來了 這支是老媽媽做的清香 因為這薑一磨 它味道就出來了 所以只要進去裡面煮滾就好 然後把汁稍稠一下 然後看一下老師傅剛才無道油 其實無道油 用於肉片 用於魚都可以喔 就是這種醋鍋香 我可以試一下你們味道 怎樣 酸酸甜酥 肉有鹹喔 所以要小心調味喔 剛剛其實有介紹說是不香的 直接叫油 收一下 把這個醬汁跟這個洋蔥跟這個肉 收一下就好 那我們要來炸盤子了 有啦 Yupp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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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又是準備好了 本來要用Butter 後來我會覺得這個 不要不要 一筆粒豬的油脂夠香 所以你再翻一次讓我看看 好好笑 剛剛明明已經煮好了 我要讓它翻一次 好 我們拿一個盤子 一下 好 老師傅在拿盤子的時候 我稍微介紹一下調味料 其實呢我們之前呢 我收到了這一支 我也不知道是誰寄給我的 我只知道是金蘭的人寄給我的 金蘭的人 因為聽到了超級美食家 覺得有話要說 所以寄了這個 沒有加糖 沒有加調味料 沒有加鮮味劑的醬汁 好來 這個汁都收在這個肉的表面 而且伊比利豬我講很油 我們這支塊梅花的部位 油脂的味道好香喔 雖然油 因為我加了一點這個酸酸的東西 會讓這個豬都不會那麼膩 不然通常是燒鹹鹹甜甜的 好 那你先不要動 我等一下要拍照 我先介紹一下這幾個調味料 還有這支來自阿莉塔的玄米油 這支呢 上次也是一樣 跟聽眾朋友介紹過 因為這支玄米油在加熱的時候 就有糙米香 有一個炒培 不過很好笑的是 法師傅買了一支日本醋我居然不知道 這是什麼日本醋呢 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 我上次在拍番茄炒蛋的時候買的 你在哪裡買的 Sogo Sogo 它的味道有什麼不一樣 它看起來好像是有顆粒 它比較醜 它可以吃豬排 可以吃那個 它是真正的烏醋 它不是人工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的材料 它裡面有果實 洋蔥那些 番茄 真的去煉出來的烏醋 芹菜 西芹這種 洋蔥紅蘿蔔去提煉出來 好還有這支是吉醬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這支吉醬呢 是一個老媽媽做給我的 我記得那個時候 他的女兒呢 寄給我的時候 還講說 產量有限 因為他老媽媽做 可是我居然忘記了 因為我真的太忙了 所以聽眾朋友 如果喜歡的話 這上面有電話 這是唯一有電話 大家自己去追 自己去找 好 我也等著吃一下 這個吉吉醬好 沾蘿蔔糕 這個吉吉醬好 好好 味道好新 好 寶師傅你知道 已經很高興要介紹 這個薑汁燒肉 薑汁 洋蔥 燒肉 我是王瑞瑤 他是寶師傅 今天教大家 怎麼樣 來做薑汁燒肉 配香噴噴的白飯 掰掰 拜拜